其实,有一种重心尽端效应的说法 也就是说,腰腹部距离人体重心最近 因此脂肪就更容易在这些部位堆积 想象一下,以人体重心为球心 脂肪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同心球 这样可以确保人体重心不变 所以腰腹部的脂肪堆积速度一般比四肢快 而四肢的脂肪堆积也主要集中在大臂内侧 大腿内侧和臀部这些离人体重心更近的位置 如果你是超级肥胖的人 你的身体形状就更像一个球形 这时球的重心就是你的人体重心 另外的研究表明 脂肪的分布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超过50% 但是,即使你的身体容易在腰腹部堆积脂肪 也不要灰心丧气 减腹部脂肪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们身兼百战的减脂营养师的帮助下 通过个性化的餐单不断变化 你也能够快速达到减腹部脂肪的目标 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 欢迎加入我们的免费一周减脂体验群 一起实现健康减脂的目标吧